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是零形的粘木下肌瘤 它主要是有一个地的 主要是全部在公腔里的 第二个就是一型的粘木下肌瘤 有一点点在肌成 还是大部分在公腔里 第三种就是二型的粘木下肌瘤 它主要是有一部分在公腔 一部分在肌成 这粘木下肌瘤一般的情况 它会引起病人的一个贫血的状态 会引起月经量比较多 在这种月量比较多的时候 往往这种病人 都是因为月经量比较多而就诊的 它的流子相对来讲比较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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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owel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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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